这个男人可不一般 他剑步如飞 直接从百米大楼跳了出去 一秒内 他击杀了队楼两人 再一甩枪 子弹居然拐个弯 墙后的人当场爆头 最后他跌落下去 诶 人呢 喷的一声 男人从背后出现 这次任务完美解决 男人是名有超能力的杀手 来自一个古老的组织 这次他奉命刺杀一名组织叛徒 但缓顾四周 他发现叛徒并不在死者当中 可没等他缓过神 一颗子弹击穿他脑袋 叛徒千里之外 许下了他手机 一美是个窝囊的打工人 小时候出生一周 就被他父亲遗弃 长大后他成了一名普通会计 不仅天天给老板骂 好友和女友背地绿他 他也假装不知道 一美还患上严重的焦虑症 经常需要吃药缓解情绪 晚上他去自助机取钱 贷款已经还不起了 他万念俱灰 这时美女朱莉出现在他眼前 对方告诉一美 他父亲昨天死了 一美思路没跟上 以为他找错人了 忽然间朱莉一把推开他 卧槽怎么回事 一美整个人懵了 朱莉带他躲在货架后 甩出一把拐弯枪 跟对面的男人展开枪战 一美惊恐万分 不会碰上反射会的吧 他找准机会开溜 冲出商店就狂跑 可没跑两步 男人开车追过来 千军一发之计 朱莉一个驾车飘移 把一美撞进车里跑了 两车在大道上展开飙车 朱莉让一美抓住方向盘 射穿挡风玻璃后 把身子伸出去跟男人对射 一美恍恍惚惚 直接把车撞飞了 落地后 朱莉赶紧换回方向盘 此时一美已经晕了 他赶紧甩掉男人 迅速撤离 一美被朱莉绑到秘密基地 他有点慌张 以为是什么反社会组织 这时一个老头突然出现 他表示一美是名高级刺客的儿子 隶属于一个古老杀手组织 组织里的所有人都拥有天才般的刺杀超能力 由于一美父亲昨日被一名叛徒暗杀 他需要一美接替父亲职位 说完他递给一美一把枪 让其把苍蝇翅膀打掉 一美连连表示做不到 可对方把枪一顶 一美只好动手 结果一看还真打掉了 老头邀请吃惊的一美加入 但他慌了 俺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别了别了 第二天上班 一美整个人心神不定 他搜了搜新闻 前天真有人在大楼顶被暗杀了 看着毫无印象的父亲遗照 一美心生遗憾 这时候老板又来骂他 一美这次终于忍不了了 老板蒙了 同事也都蒙了 一美愤怒地走出来 他拎起键盘 给自己的好率又来了个暴击伤害 太爽了 一美来到杀手组织 他迫不及待要跟老头学两招 谁知第一课是扛揍 一美被绑在椅子上给一顿暴打 揍完后又送给屠夫挨刀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样玩 是因为组织有一种神奇药水 能够快速愈合伤口 于是一美不停地受虐 不停地治愈 一段时间后 老头把他带到父亲原来的房间 并表示 想成为什么人 只有你自己知道 看着父亲的遗物 一美深受触动 他决定努力学习各项技能 很快他就熟练运用各种枪支 看着穿梭的缝纫机 也能迅速从中抓出梭子 跟屠夫对打时 一美开始渐渐占上风 最终打败了对方 而最厉害的是 他学会了打拐弯子弹的神技 枪斗术 这样一来 一美已经彻底准备好 老头很满意 他带一美来到织布市 解释组织起源 早在一千年前 一群织布公发现 织物中暗藏着神秘代码 这些代码被破译后 全都是危险人物的名字 而杀手组织 则会去干掉这些人 成为一名超级刺客的一美 干掉了一个个危险目标 而这晚他结束任务时 之前追杀他的叛徒 又出现了 一美紧追而上 一心想报杀父之仇 可没料到这个叛徒技术高超 一美不仅没追到 反而打草惊蛇 误杀了一名同伴 愤怒的他决定亲手手刃叛徒 于是他和朱莉结伴而行 追踪到叛徒子弹的制造商处 在逼迫下 商人答应帮他们引出叛徒 但计划一开始 一美就被迫和朱莉分开 他被叛徒引进一节列车车厢 两人展开大战 疯狂甩气子弹 朱莉在外面干着急 直接一个飞车对进车厢 现场一片混乱 列车员拉下刹车闸 结果车体不稳 车厢开始从吊桥上脱落 一美命悬一线 可就在要脱手时 叛徒竟一把抓住了他 一美没多想 上来就给了叛徒一枪 此时车厢瞬间坠落 卡在了悬崖间 叛徒倒在血泊中 而在临终前 他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一美蒙了 可这时身后的朱莉忽然抬枪对准他 原来杀手组织一直在欺骗一美 一美赶紧一枪打碎车玻璃 和父亲的尸体坠下悬崖 掉进了河里 醒来后 一美发现自己被伤人救下 对方道出真相 原来杀手组织早就黑化了 因为老头在刺杀名单中 发现了自己名字 为了防止被杀 他捏造了假名单 一美父亲发现后 却被老头诬陷成叛徒 而老头之所以招一美进来 就是为了让他除掉父亲 因为他是对方唯一下不去手的人 一美听完 决心为父报仇 他开着个垃圾车 往大本营里倒了一堆老鼠 杀手们都懵了 这压的什么操作 紧接着 原来是定时炸弹 一美一路狂飙 冲进室内 启动无敌外挂模式 他不断开枪换弹 子弹没了就换敌人的 一顿操作下来 全员皆足 最后他来到老头办公室 朱莉带领 剩下的刺客包围了他 一美揭穿老头阴谋 老头却表示 朱莉等刺客的名字 也都出现在刺杀名单中 如果他们还固守就准则 就该把自己抱头 刺客们犹豫了 有人打算杀一美 但朱莉良心发现 他开枪一甩 子弹拐弯打爆了一圈刺客 随后他把枪丢给一美 而子弹则绕回来击毙了他 一美连忙追出去 但老头已经逃走了 他遍体鳞伤 感到十分沮丧 几个月后 一美似乎又回到了正常生活 因为身无分文 他重新开始工作 这时老头从背后出现 他要来除后患了 可对方一回头 这竟然不是一美 此时一美在千里之外 扣下了扳机 子弹一口气飞来 击穿好绿友的汽水罐 穿过前老板的甜甜圈 爆掉了老头脑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通缉令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